像我们这代人都干上了 上山下乡也干上了 插队 插队全干上了 所有的这些 小子说 长身体的时候没吃的 想学习了 我们就没有开始了 又不学了 真是 毕业了以后上山下乡了 回来找个工作还算不错 说说就有用 听党的话 听党的话 没错 党叫咱们指向哪儿 咱们打着哪儿 您这也是有车开 我有车开 又有车开是两码事 党让我开 我得开 党不让我开明天我就坐公交车 马上也不要钱 有这福利 那65岁以上的老人有这福利 您今年66 正好过65 对 过65 不死叫门肉了 还留了 还没人给过了 还不怎么着 还没人给过了 没人给过了 过完了 我干闺女给我过了 有我亲闺女没给过 没亲闺女 就一儿子 可以 看来那会应该 还真有一个干闺女 干闺女给我拉一刀肉 真不错 铁儿子强 比儿子强多了 您这个车是烧油了 是吧 这个车就是开起来不受限制 也受限制 反正走自行车道 您别走公交 别走机动车道 慢慢开 别着急 您说这个岁数太大开了 岁数大了开了 因为它那车究竟它是机动车 有危险 它反应什么的都稍微差一点 它不像四个轮子 去一车 这究竟是三轮 而且它我看有时候那个视线不是特别好啊 视线还行 你慢慢开没事 别快了 三四十公里 这不合适 别开太快了 由现在我看老年人大部分都有那车 好介绍 接个孩子呀 接个孩子看个病 对 看个病 对 好像国家这次限制好像两年以后就取消了 两年以后取消电动 电动三轮 电动三轮 对 三轮四轮 哦 应该四轮应该取消 三轮的 适当的发放一下 发放去 给老年人 真正的老年人发放去 现在有了 年轻人像你们年轻人上班 开车堵就也骑着车 现在年轻人也骑着 也有骑着 也更静静 年轻人又 停车又不要钱 又不懂车 比开汽车方便 比开汽车方便多了 坐公交车他也说一说他也不方便 真是 这里还能拉点东西 对 是吧 拉个老伴 出去玩玩 上个周边一会玩玩 对对对 您退休这么多年了 是早退了吗 还是按年龄退的呀 按年龄退的 那个以前在哪上班呢 以前五年了 街道 街道退的 单位解放了 都归归街道了 都归街道了 下岗了 不行了咱 我们这代人家都赶上了 大部分 上川下江里也赶上了 完了又下岗了 完了又下岗了 那没办法 都要赶上了 现在的退休公司不是很高的 没有公司四千多元 那还行 还行 臭 能够花的 够花的 没有大事 多了 说起说 多了咱也别那样了 也没那么大说 没那么大说 没那么说 没那么大说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这种 一个朴实的心理 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 没错 多了多花 少了少 对吧 还真是 行了 祝老大哥这个 见见看看 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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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了老哥 关于取消电动三四轮车的观点 您认同吗 请您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一次再见吧